各位朋友,大家好。人民网台节目《哲理中环》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继续由我刘桂彪主持,讲述唐君丽先生的《宗教哲学》。 这个节目已经进入第二集,我们上一集已经概述过唐君丽先生的《宗教哲学》。 主要是根据他的最后遗注《灯命存在,以心灵境界》这本书里。 他讲述的《心灵究竟说》和《四教汇通》的观点。 我们今集开始是根据唐君丽先生,他五部主要讲述《宗教哲学》的著述。 展开他有关观点的讨论。 这五部著述,我们首先讲第一部,就是《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 这本书在1953年是由正宗书局出版的。 这本书主要是唐先生根据他对中国哲学的了解,讨论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的一本著述。 整本书是对照西方文化和哲学的方式,即是中西一个对照的方式, 去讨论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 所以这本书它讲的一些文化的史实,或者文化现象是比较少的。 因为它主要是讨论到关于文化精神,主要在义理方面的。 这本书《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这本书是有17章的。 各章的大义是如下,头那四章,第一章至到第四章, 是《中论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 这个讲的历史是中论。 然后由第五到十四章,这个可以叫《还论》。 《还论》是就着不同的文化部门展开讨论的。 比如有《自然观》、《深圳观》、《道德伦理观》、《艺术文学观》、 《宗教观》等等。 这是第二部份的内容。 第三部份内容是这本书的最后三章。 主要讨论的是中西文化如何融合的问题。 这个其实是属于文化现代化的问题。 至于我们讲述这本书有关宗教哲学的部份。 其实主要是根据其中的两章。 就是第二章。 不过我们不是讲完整章。 第二章主要是第三章。 还有第十四章,全章。 我们主要是讲这两章的内容。 就是选讲这两章的内容。 从中去看一看唐君泰山对于宗教的一些智学观点。 这两章我就自己把它整理为以下的三部份内容。 第一部份就是宗教的必要性和正当性。 这个只要在第十四章第一节。 第二部份就是世界各大宗教的义童。 这个就是在第十四章第二节。 最后第三部份就是中国宗教的特质。 这个除了讲第十四章三至七节之外, 我们还会讲回前面第二章的第三节。 我们这一集只能够讲到第一第二部份。 即是我们只能够讲到宗教的必要性和正当性。 以及唐山对于世界各大宗教的义童的看法。 我们主要是讲这两部份。 即是以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这本书来讲。 我们主要选讲这本书的十四章第一二节。 我们正式开始讲这本书的第一部份内容。 就是宗教的必要性和正当性。 宗教对于人当然是非常之重要的。 我们一般理解就是宗教是每一个人的安身立命之道。 所以怎样理解宗教是相当重要的。 还有为什麽人会讲宗教呢? 这些问题是很值得讨论的。 所以我们第一方面的问题是讲宗教的必要性和正当性。 就是正正解答一般人对于为什麽我们要讲宗教。 去解答这个问题。 唐先生认为宗教的必要性和正当性问题, 和西方形相学的三个主要问题是相关的。 这三个主要问题呢? 分别是意志自由的问题。 灵魂不老的问题。 和上继存在的问题。 就我所知, 这些所谓三个主要的西方形相学问题, 其实都是宗教康德的道德哲学。 因为康德的道德哲学, 主要在他的第二批判, 就是《实前理性批判》这本书里面, 所提到的所谓三大切准。 就是刚才那三样, 就是意志自由、灵魂不老和上继存在。 其实这本书讲的, 主要是关乎道德为主的问题。 但也涉及到所谓完善的问题, 或者我们叫德福一致的问题。 所以这本书呢, 其实就不是主要讲宗教的。 不过呢, 唐先生认为呢, 由这本书呢, 是可以给到一些因誓我们, 一些动息我们呢, 去了解宗教的正常性。 所以呢, 唐先生呢, 就讲康德这三大切准, 或者他叫做西方形相学的三个主要问题。 那由于呢, 我们这个节目呢, 不是讲康德, 独得小学。 所以呢, 对于康德原来, 怎样讲他的三大切准呢? 那我们呢, 是从略。 那我们正式讲呢, 康安, 唐君丽山呢, 怎样去讲这三个问题。 那唐先生呢, 就是分别呢, 再解释, 刚才讲的那三个问题, 涉及的一些内容。 首先呢, 就是意志自由问题。 意志自由问题呢, 唐先生认为呢, 是关涉到人, 是否能够为其所当为, 得其所欲得的问题。 那这个呢, 包括了呢, 就是人, 是否能够作道德实践, 是否能够呢, 获得道德, 和获得幸福快乐的问题。 那这个呢, 唐先生呢, 认为呢, 是直接属于, 当前人生的问题。 那我个人的理解呢, 这个问题呢, 其实是关乎道德, 和自由, 和两者关系的问题。 那这些问题呢, 其实一般来讲呢, 我们在现实人生层面, 就可以解决的。 那这个就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灵魂不老的问题。 或者, 灵魂不老呢, 有些译法也叫灵魂不免, 没所谓了。 灵魂不老的问题呢, 唐先生说呢, 是关涉于死后的人生, 这方面的问题。 那这方面的问题呢, 就是一般宗教的了解呢, 就是属于所谓死后生命, after life 方面的问题。 那这个是第二个问题。 而第二个问题, 明显已经是超越了, 讲现实人生的。 或者换言之呢, 根据唐先生理解呢, 就已经涉及到宗教性的问题。 那这个就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上帝存在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呢, 是关乎呢, 是有没有一个先于我精神生命, 或者是超越于我精神生命的客观, 普遍永恒, 而圆满至善的精神生命的存在者。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就是指呢, 是最高的存有的问题。 那我自己理解, 是最高的存有的问题。 那这一方面呢, 很明显也是超越现实人生的。 应该是涉及到宗教方面的问题。 那三个问题呢, 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讲现实人生的问题。 第二, 第三个问题呢, 是讲及超越现实人生的问题。 那虽然这样讲, 第一, 和第二, 第三呢, 就是问题上是有本质上的分别。 那第三个问题呢, 是在意义上有紧密的关系的。 所以呢, 事实上呢, 又不能够将三个问题呢, 是完全分开过来的。 那唐先生呢, 跟着呢, 就是讨论一般人呢, 是讲后两个问题的动机。 就是说, 就是一般人呢, 怎样去讲宗教, 就是为什么去讲宗教, 讲宗教的目的是什么, 或者动机是什么, 这一方面的问题。 那这一方面呢, 唐先生认为呢, 就是主要有两方面的动机的。 简单说呢, 就是一方面是关乎幸福, 第二方面呢, 是关乎正义。 关乎幸福方面呢, 其实是指, 人在现实生活里面呢, 我们经常有很多的挫败, 或很多的困难, 或很多的痛苦。 那这个时候呢, 人呢, 常常会觉得呢, 需要有一些, 就是超于自己的, 外在的力量呢, 去帮助我们。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祈求, 有上帝, 或有神的帮助。 那这个呢, 可以说是一种祈福的意思。 就是这种的宗教动机呢, 可以说是有祈福的意思, 祈求上帝, 祈求我们的幸福。 祈求神, 祈求我们的幸福。 好了, 这个呢, 就是第一个, 就是一般人的第一种动机。 那, 至于一般人的第二种动机呢, 刚才说的, 就是, 可以解释成正义的动机。 那这个动机呢, 指, 人在现实上呢, 经常遇到很多, 不公平的待遇, 和冤屈。 比如, 最简单就是, 就是, 好人未必有好报。 或者, 坏人未必有恶报。 这些事实心里面, 我们经常都遇到的了。 那这个时候呢, 人呢, 就感到很大的冤屈, 很大的不平整。 那这个时候呢, 就很期望呢, 是有主持公义的, 一种是超越的存在。 因为呢, 人自身呢, 都未必可能是, 是支持到公义。 所以呢, 就希望呢, 有一个超越的存在, 为我们呢, 是支持公义。 那这两个呢, 都是一般人, 去讲宗教的动机。 或者, 简单说呢, 就是, 就是, 保贖今生所受苦难, 或者是冤屈的动机。 那一般人呢, 讲宗教呢, 主要是这一类的动机。 那但是呢, 唐山呢, 根据我们理性的反省, 也就是一种智学观点, 那跟刚才讲的一般人的看法是不同的。 那就是呢, 我们有更加重要的动机。 那动机呢, 就是呢, 除了刚才讲的一般动机之外呢, 还有一个动机呢, 就是, 要欲求圆满的得性。 这个呢, 就是理性反省之下呢, 其实更加重要的动机。 那这个意思是这样的。 就是呢, 就是呢, 人呢, 是会有一种, 就是为善去恶, 和呢, 是吹善被恶的, 那种的, 就是本性的。 那种本性呢, 就是人呢, 很多时候呢, 在现实生活里面呢, 不能够充分达到的。 那就是等于, 要用瑜伽讲的, 比较容易了解啦。 就是, 人人都想成为圣人, 但是问题是, 在现实上呢, 觉得困难重重。 甚至呢, 看回现实世界呢, 可能一个性人呢, 我们都看不到的。 因为, 就算是很好的人呢, 我们总觉得, 在某些方面呢, 可能还是有一些的缺陷, 有一些的不足。 那所以呢, 人呢, 就很容易就会想, 就是现实生活呢, 我们不能够做到圆满, 或者所谓成性。 那我们就向往呢, 就是在未来的, 生活世界里面。 那就是说呢, 其实在死后, 那我们呢, 就是再去, 或者下一世呢, 如果根据佛教讲法, 讲文会的时候呢, 下一世了, 那能够呢, 让我们的得性呢, 真是能够趋于圆满。 那另外呢, 我们也很多时候觉得, 单凡自己的力量呢, 是不够的, 甚至靠私有的力量, 都是不够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很希望呢, 是有神, 帮我们呢, 是去克服, 就是我们的, 就是我们的, 就是种种困难。 那令到我们呢, 是摆脱了所有的罪恶, 能够呢, 是成为呢, 是圆满的人格。 那这里呢, 所谓呢, 就是更加, 深入的, 或者更加重要的, 一种动机。 那唐君泰山认为呢, 世界上的高级宗教, 譬如说佛教, 佛罗门教, 基督教, 悔教, 譬如这些, 都是以, 刚才说的动机为主的。 那其他的动机呢, 譬如刚才说的一般人的动机呢, 只是辅助性的, 就是最重要呢, 就是刚刚说的, 就是, 祈求, 善息, 就是我们那个, 是, 得性是圆满的, 这个动机, 这个是最重要的。 好了, 唐先生跟着呢, 就是分析, 如果说呢, 就是我们人呢, 真是具备这种动机的话, 那我们很多时候呢, 就会将人的那些苦痛, 和幸福, 和呢, 罪恶, 和正义, 这些问题, 是会, 就是, 是贯通来看的, 贯通来看呢, 我们很多时候呢, 就会将苦痛, 和罪恶, 幸福, 和正义, 是相关联的, 那这一点上高呢, 唐君丽生呢, 就说呢, 就会得出一种, 一切人的苦痛, 皆源于其罪恶, 的一种宗教智慧, 宗教智慧, 其实是一种这样的智慧, 就是将痛苦, 和罪恶, 和幸福, 和正义, 是相关联的, 这种呢, 唐君丽生叫做宗教智慧, 有这种宗教智慧的结果呢, 很多时候呢, 就会, 就是有一个肯定, 就是认为宇宙的正义, 是存在的, 或者所谓最高的存在, 这个呢, 所有世界大宗教呢, 都是共通的, 不过呢, 刚才讲的所谓最高的存在, 或者所谓宇宙的正义, 那是不是一种人格神呢, 那不同的宗教呢, 有不同的看法, 譬如呢, 佛教, 就是我们一般说, 佛教是无神的宗教, 所以佛教呢, 就是他, 就是看这种的问题呢, 他会认为呢, 就是没有所谓人格神的, 那所有呢, 恶报, 或者是善报呢, 全部都是一些, 异熟性的因果原则, 就是不需要呢, 去由人格神去主宰的, 那这个呢, 就跟有神论的宗教不同了, 有神论宗教, 譬如说, 犹太教, 基督教, 或者是回教, 那刚才说的, 基督教呢, 应该是指基督宗教, 回教呢, 是指伊斯兰教, 那这里呢, 我之后不重复了, 就是唐山用的术语, 就是有时候, 基督教也叫做耶教, 就是指基督宗教的, 包括呢, 是天主教, 基督新教, 以及东正教, 比如这些, 那至于回教呢, 就是唐山呢, 就是用这个回教这个词, 那其实指的是伊斯兰教, 那这些呢, 就是有神论的宗教, 那认为呢, 就是要负责, 刚才说, 就是罪恶, 和痛苦, 或者是正义, 和幸福相关联, 是需要有神去决定的, 去主宰的, 那这个呢, 是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那另外呢, 当我们说, 就是世界上是存在, 一些这样的宇宙的正义, 或者大法, 那这些说法呢, 就是如果单单从经验去说呢, 似乎是主观的, 那因为我们呢, 是没有客观的证据呢, 去证明, 真是有宇宙的正义, 或者所谓大法, 没有我们证明到一些东西, 那这个呢, 就是单单从经验上高去看, 但是如果呢, 我们呢, 是从人的那个理性去反省的话, 那我们呢, 发觉呢, 情况不一样的, 就是呢, 依我们的人的理性去反省呢, 我们觉得呢, 道德呢, 是有普遍性, 有必然性的, 所以呢, 我们呢, 就是作道德实现的时候呢, 我们会同时肯定呢, 我们的生命是不漏的, 也都肯定呢, 是有超越于人的一种, 就是客观性的存在, 那这个呢, 就是在道德实现方面呢, 我们有的, 那个肯定, 所以呢, 在结论方面, 最后呢, 唐生罗的结论呢, 就是, 我们没有理由呢, 去否定, 宗教的要求, 或者说宗教呢, 是不正当的, 这种要求, 就是呢, 我们讲道德实现呢, 就像刚才说的, 就是, 是要要求有永恒性, 有普遍性, 有超越性, 等等, 那些要求呢, 是一些合理的要求的, 等于说呢, 这个世间上呢, 是有永恒的, 超越的, 就是实在的, 一些存在呢, 那这个是, 应该有的, 不是说事实上有, 经验上有, 而是想理性上呢, 我们觉得呢, 我们觉得这样是合理的, 在价值上呢, 这样说是合理的, 所以是应该有的, 就是说呢, 我们要人呢, 是要求有宗教这一样东西, 是一个合理的要求, 所以呢, 最后呢, 唐冠麗珊呢, 是肯定, 最圆满的宗教呢, 其实应该是一种, 人民主义的宗教, 意思是说呢, 宗教一定最后呢, 是以人的, 就得价值的实践呢, 做基础的, 一些这样的宗教呢, 才是圆满的宗教, 离开了人民主义, 这个是基点呢, 就是所谓宗教呢, 其实呢, 就不必有正当性, OK, 那这个呢, 就是第一方面的问题了, 我们讲过第一方面的问题了, 那我们跟着呢, 讲第二方面的问题, 那就是, 世界各大宗教的儿童问题, 在这方面呢, 唐先生, 就是在《中国文化知精神价值》这本书, 在第十四章, 就是相关的讨论, 就是应该是, 第十四章第二节, 那这一节讨论到所谓呢, 世界各大宗教呢, 其实唐先生就是讲及, 犹太教, 回教, 基督教, 波罗门教, 和佛教, 那至于中国宗教呢, 唐先生呢, 就是会留在夏文, 那就是在十四章, 三, 至到七节呢, 才正式去讨论, 那就是呢, 在这几节呢, 唐先生呢, 是会讲到中国宗教, 愚教, 和道教, 特别是愚教啦, 或者我们叫愚家, 道家, 那就是呢, 唐先生呢, 就是愚家, 和道家, 这些中国主流的思想呢, 是职智学, 职宗教, 那所以你叫做家也好, 叫做教也好呢, 都无所谓的, 那愚家和道家, 就会在夏文讨论, 那所以呢, 在这里呢, 唐先生呢, 只是讨论, 其他的世界的大宗教, ok, 那我们呢, 继续呢, 就是讲唐先生, 怎样比较, 就是世界各大宗教, 那我们呢, 是根据唐先生的原文呢, 我们去分开几点, 第一点呢, 神的性质的比较, 或者说超越者的性质的比较, 就是神呢, 就是在某些宗教, 我们说是一个恰当的叫法, 但是在某些宗教呢, 就是好像佛教那样, 是无神论的, 那我们可以叫做超越者, 所以呢, 讲神也好, 讲超越者也好, 在现在的问洛呢, 是相同的, 第一, 第一方面, 我们要比较国大宗教呢, 是神, 或者超越者, 性质的比较, 那唐先生呢, 就先讲犹太教的神, 这个就是耶和华上帝啦, 那唐先生认为呢, 就是耶和华上帝呢, 他是主持正义, 主持正义得来呢, 就是着重在佛乐那方面的, 那这一方面呢, 唐先生认为呢, 耶和华的超越性呢, 是特别显著的, 因为呢, 既然是要主持正义, 就是着重佛乐, 那就变成了, 是需要人呢, 去服从耶和华上帝的意志, 那变成了呢, 那个超越性格呢, 是很特显的, 当然相对来说呢, 就是个人的那种, 就是自由等等呢, 就不及得其他世界的宗教, 那这个呢, 就是犹太教的上帝, 就是我说, 跟着呢, 唐先生讲到回教的阿拉, 就是回教的上帝啦, 其实也是, 那回教的上帝呢, 唐先生认为呢, 都是显示到, 他有超越性的, 不过呢, 不同, 刚才说的犹太教呢, 他就不只是着重说, 呈佛啦, 也都呢, 很着重说呢, 是上善, 这一方面, 所以呢, 他的超越性呢, 就是相对来说呢, 就不及得犹太教的, 就是呢, 佛乐呢, 就是皇帝的权威呢, 是比较突出, 讲上善呢, 就相对来说, 没那么突出, 但是呢, 就是, 虽然呢, 是上帝的次约性, 没那么突出, 但是相对于犹太教呢, 回教, 就是他是比较呢, 就是着重了人的, 那个, 就是自尊独立, 那个品性, 这方面呢, 就比起犹太教呢, 是突出的, 因为在犹太教呢, 往往只是看到神, 看不到人的, 但是在回教方面呢, 也都看到呢, 除了神之外, 也都有这一方面, 这个就是, 回教的阿拉, 跟着呢, 唐山呢, 讲到呢, 就是基督教的上帝, 基督教的上帝呢, 根据唐山的讲法呢, 跟犹太教, 跟回教都不同的, 犹太教, 着重讲正义, 回教呢, 着重讲呢, 以法学为主的正义, 那种正义, 那种正义, 但是呢, 基督教来说呢, 上帝发展的, 主要不是正义, 而是仁爱, 那种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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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正义都不同了, 就是犹太教, 回教呢, 最着重的是就乳圣经, 但是呢, 相对而来说呢, 基督教呢, 是着重的是新乳圣经, 新乳圣经呢, 里面, 特别是耶稣基督, 即是他的言恨呢, 很充分表现出人爱的一面, 这个呢, 就是跟前面的两教, 即是那个是神的性质呢, 是明显有不同的 根据唐山说法 耶稣因为他是仁而神 是圣子 而且他是在人间里面 抵现他的精神 所以他和前面那两教 也可以引甄另一点不同 就是他一方面固然有超越性 另一方面也有内在性 或者说唐先生的说法 他认为上帝自己的超越 他自己的超越性 而内在于人心 这种可以叫做既有超越性 而又有内在性 这个就是基督教 和前面那两教着重的 主要是超越性是不一样的 另外基督教 虽然不像回教那样 肯定是每一个人的自尊心 和个体性 但是基督教 他亦都可以将人的那种 就是个体性 它是终结在耶稣的人格 精神上高 特别通过 比如说客观的教会 这一类的团体 去凝聚下来 这个就是基督教 和前面那两教 亦都比较不同的地方 我们讲过第一方面的比较 就是神的性质的比较 跟着我们讲第二方面的比较 就是神和人 神和自然界的关系 这个神记住也可以 可以这样说是超越者 理由就是我们之前说 不一定是一个人格神的 最高的存在 可以是非人格的一个超越的存在 第二方面就是神和人 神和自然界的关系 这里唐先生 是根据不同的世界大宗教 去比较在这方面的他们的意图 首先唐先生讲回教和基督教 回教和基督教 他都是一神教 是相信一个超越的上帝 但是怎样能够去归依这个超越的上帝呢 他就是着重回教和基督教 是要通过先知或者是救主 上帝是提示给先知和救主 然后人通过先知和救主 才能够跟上帝联系起来 所以这种联系唐先生说 是只有一种 这个也是他的缺点 这个就是回教和基督教 第二类宗教就是印度婆罗门教 唐先生认为印度婆罗门教说我即凡 凡就是凡天 地位等同于讲上帝 但是凡天和前面讲回教 祖教的上帝不同的地方 就是着重他内在于人的 不是着重他外在于人 而是着重他内在于人 所以说我即凡这些说法 根据这些说法 人人都可以直接去通接上帝 就不需要透过先知或者是救主 所以好处就是上通上帝的路是无数的 但缺点有时就会令到人将自然界的事物 是和神混流了 这就是印度婆罗门教的限制 最后就是佛教 唐先生最后讲佛教在第二方面 和另外宗教不同的地方 地他宗教不同的地方 佛教是反对婆罗门教的 是讲元起圣空这些道理的 根据这些道理 唐先生认为就是 最重要就是要破除人的执着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爱在超越的凡天或上帝 根本可以不成立的 主要是靠人自己修养成佛 可以破除人的执着 在佛教方面 超越者其实是有内在性 而可以看不到他的超越性 另外佛教很着重是讲众生平等 所以对于人的和超越者的关系 其实是一个很紧密的关系 就是和前面讲的那些宗教 都有不同的 但唐先生认为佛教这种讲法 他也有他的缺点 那个缺点就是不承认一组 是既超越而有普遍性的一个超越者 变成佛和众生和世界 是成为一种散漫的状态 没有办法去统涉 这个唐先生认为 也可以解释到佛教 为什么在现实上高 他的组织比较是松散 比较是没有那么有紧密的结构 这个就是第二方面 最后第三方面 唐先生是讲到各界宗教的比较 这个就是如何可以肯定神或超越者的必然存在的问题 这方面唐先生主要是讨论了佛教 佛罗门教和回教和基督教 将佛教和佛罗门教合在一起讨论 我们先讲这方面 佛教和佛罗门教 怎样说呢 是肯定神或超越者的必然性存在的问题 唐先生认为佛教和佛罗门教 他们着重的就是靠人自己 不是靠其他 而是靠人自己 无论是一些神秘经验也好 这个就是佛罗门教 或者是戒定位 这些修养功夫 这个是佛教 这些就是通过人自己 去直接去肯定有超越者 或者有神的存在 这个就是第一方面 这两种宗教 第二方面 回教和基督教 唐先生对比佛教和佛罗门教 就强调 肯定超越者或神 必然存在是靠神 不是靠人的 是靠神先啟示 先知和救主 然后再由先知和救主去传导人间 是一种方式 所以这个二十讲是靠神 不是靠人 大概前面那两种靠人 我们可以用学界 另外一个用语就是 属于所谓自力宗教 至于回教和基督教靠神 我们可以叫做他力宗教 用一般用语讲 唐先生说到回教和基督教 他也提到 在西方有一个很特别的传统 其他宗教都没有 这个传统就是用逻辑的方法 去证明上帝的存在 所以这里有很多所谓有神论的论证 比如有所谓第一恩论证 有所谓是本体论论证 也有所谓目的论论证 知而此类 甚至是道德的论证 论证最特别的地方 是由逻辑推理而作出来的 不过唐先生强调 逻辑推理去推论有神的存在 这个因为不能靠直接的经验 结果出现了推理的结论 是很多很多真论 甚至没有定论 这些说法如果用西方作家康德的说法 就是所谓疑律背反 证明上帝的存在好像有道理 但证明上帝不存在也有道理 今集时间都差不多了 今集到此为止 下一集继续讨论 拜拜